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定历史 故宫相信不少人都去过 故宫又叫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 几百年来,两个朝代的皇室都在这居住 位居世界五大宫殿之首 来过故宫旅游的人都知道,故宫里面有许多的水井 据不完全统计,故宫之中拥有水井的宫殿共有七十余座 每座宫殿里都配有一至两口井 整个故宫有水井一百多叶 在六百年间,他经历了一百多次火灾 但仍屹立在北京 正因为这七十多口水井,为故宫在火灾时提供水源 防止他被摧毁 七十多口井负责灭火,不提供饮用水 这是因为水不干净 宫殿的饮用水来自北京郊区玉泉山的泉水 那里的水质更好 故宫里不仅井多,京里面的珍宝也多 从明朝末年,李自成打进北京 到清朝末年,洋人进入北京 北京紫禁城是遭了大难 皇室成员在逃离时 为了尽可能不让对方得到故宫的宝贝 会把一些宝贝扔进井里 这就是故宫井里宝贝的由来 可是故宫井里的珍宝如此多 为何无人敢捞呢 专家的话告诉我们答案 专家说不敢贸然下去 第一,故宫的井口狭小只能容纳一个人下去 井底空气不流通,环境也不清洁 有的人下去了可能就上不来了 将近600年的时间,里面的气体和物质 有没有发生变化,谁也不知 贸然下去甚至会有危险 而且如果武力开采就破坏了文物 所以即便是宝贝堆积如山 却也没有人敢下去打捞